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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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可不知的IMF 啊 錄錯了喔 你不可不知的研究倫理委員會 因為人類特有的好奇心 好吃嗎 自古以來就有一群人 為了探究宇宙的奧秘 延長人類的壽命 減緩疾病所造成的痛苦 欸 等一下 你是華佗 啊 隨便啦 或是為了使生活更加便利 而做了許多研究和發明 當然 有些發明或發現 是來自於意外外外外外外 還好 油斷是被蘋果砸到的 大部分的科學研究與科學實驗 都潛藏著各式的風險與未知 有些物險堅持於科學家 呃 綠巨人就是這樣來的 但是 更多的科學研究風險 卻是由受試者來承受的 所以就出現了美國隊長啦 但是 並非每次都會出現美國隊長 也有可能出現其他各種怪物 因此 近年來 研究者開始關注受試者保護的議題 研究倫理審查制度 及委員會也開始被廣泛的討論 研究倫理相關規範的制定 可追溯至1953年 由美國建立委員會審查制度的文件 好棒棒 或這只適用於國家衛生研究院臨床中心 所執行的研究案 蛤 那其他研究機構怎麼辦 還好 到了1966年 美國聯邦公共衛生服務部 要求所有研究機構 必須建立倫理審查委員會 真是太好啦 直到1974年 美國聯邦國家研究法明文規定 研究機構必須建立研究倫理委員會 給他按個讚耶 後來 許多國家也陸續跟進 訂定研究倫理委員會的相關規範 台灣近年來 也陸續成立多所研究倫理中心 來審查與人相關的研究 好樣的耶 那麼 研究倫理委員會的主要功能是什麼呢 不知道喔 研究倫理委員會最重要的 就是保護受試者的權利與支持 另外 也提供相關的倫理諮詢與教育 傳遞保護受試者的重要觀念 此外 研究倫理委員會 也會追蹤已核准的研究 以確保這些研究的受試者 被適當的對待 若是研究案 侵犯受試者權益 委員會有權利可以要求研究案修正 或是終止研究案 相信大家 對於研究倫理委員會的起源 與工作內容應該都有初步的了解啦 簡單來說 研究倫理委員會發展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揭露不當的研究行為 並建立嚴謹的倫理原則 審查與監察清智 以維護受試者的權益 自主與人性尊嚴喔